好了大家看题目都知道了 我们家屋又超知了 超知了些什么呢 我们一路慢慢讲给大家听 我们买屋时当然很香港人的想法 一生都住在黑文 一住在楼上住小屋 有花园 当然越大越好 有这么大 选一间花园大一点的 因为他们的花园其实不太算钱的 他们只是计一间屋 花园是很少价值的 最主要看家屋是哪个校区 靠地铁站靠其他东西 花园是不太关事的 与我留下来讲 当然是选一间大一点的 越旧的房子 花园就越大 我们这间是1920年左右起 英国建地铁时开始建 就发展了这个新市镇 可以发展屯门上水将军澳 因为一百年前 无论你在哪个位置 距离市中心来讲 都是山卡纳都是郊区 这些地是不值钱的 所以画大一点的花园都无所谓 因为根本欠个零头都不欠在 如果你再旧一些那些屋 即不是计市中心那些 1900年前的那些 再是这一区附近的那些 花园是再大一点的 我们这里是一个网球场那么大 它这里阔 阔9米半未够10米 墙你见现在这里是15米 我们这边还有的 还有一个extension 还有一个extension 原本是花园来的 这个地台也是花园来的 加上是有24米的 即是完完全全可以整个网球场 大一个网球场 如果再旧一些那些 1900年前起的那些 是整个五人足球场那么大 是再大一点大到瘋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应该买旧屋不买新屋的原因 但说到这里 我提提大家 要订阅我们频道先 看我们频道 现在看你十个人里面 有六个人都还未订阅的 其实你订阅只需要在下面 按一个按键 下次又出新片的人 你会又看到的了 其实完全是一秒钟的事 你就完成了 对了我们未讲完 你应该已经按了 顺便按个like like有效果很漂亮的 按它 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没问题的 直到我找Gardener来call garden 我就立刻后悔 这么搞花园干什么 原来搞花园铺草皮 整个树整个前院 你知道多少钱 是六万港元 我完全没有预过这条数 我心想 幸好没买过五人足球场 如果不是铺草皮 都铺我十多二十万 命都没有 我应该会放弃不理它 我之前看过那间屋 是大到好像公园那样大 神经病 你看这里 现在是烂地一片 我zoom out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烂地一片 因为花园做了一天 铲干净所有东西 再噴了那些有毒的杀草水 所以等它噴我自己不噴 我给大家看下去年 这里现在这么干净 平地一片去年是怎么样 给大家看下 他跟我说 我回来摸个草皮 多搞两三天就搞好了 又成为六万元 所以我发现原来在英国做gardener 做花王都挺好找的 大家如果想搞一谈生意 可以向这个方向想一想 即是三四日的时间 就找到六万港元了 当然要请人来做 不是自己请人来做 之前我们zoom当时的业主 都找了人来Jack Walsh我们的桌子 他来一来收二三八磅 其实我买的那部机器都是二三八磅 所以这里做这些gardener的东西 其实真的挺好赚的 希望那个gardener收得这么贵 可以准时完成到 等我妈来七月底他们就来了 来探Margaret来探我 那天就搞定了 不用再这样烂地一片了 其实除了我妈之外 我听闻很多路友的 会过来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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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年轻一点的就趁暑假 不如来旅行看看合不合自己 合不合小朋友 感受一下英国的风情 那暑假去旅行 除了去英国 去其他地方也是 最担心就是行程延误 无端端要订那些机票 订那些酒店 就洗了一筆 还要不得还 原本希斯鲁机场那班员工 就是六月至八月 你们最忙的时候 我们就罢工 所以雇主主跪低了 加了15%人工 现在就不会罢工了 我妈未出发 我已帮她买了 安城的旅游保险 她们为旅程而五 提供了全面的保障 无论因为罢工 恶劣天气 还是机场关闭等其他因素 如果你的旅程而五 六个小时或者以上 她们会提供海外住宿 无论是不退得那些 还是额外洗了那些 的酒店、机票、交通费 它们全部都会包 甚至你坐过了景点门票 它都会包 还有如果你去外国病了 弄傷要提医生 医疗费真是很贵的 天价 好像我上次去北海道 弄断了手 幸好有保险包底 AXA安城的保障 涵盖海外患病 或者意外受伤 而招致的医疗费用 就算你回到香港之后 三个月内的复诊治疗 它也要包 医疗费的保障 高达一百万港元 尤其市场上来都放心很多 如果不是去旅行 就是子女女海外升学 那又怎样呢 你知道人生第一次出外厂 总会遇到风浪 自己一个人病了 没有人照顾 电话、notebook不见了 功课都做不到 做家长唯一可以帮到他们 就是稳定一个安全网 所以送子女出国 一定要帮他们买保险 AXA安城的海外升学保障 有领先市场的医疗保障 高达二百万港元 有什么头云申请进医院 都能复诊 甚至回到香港之后 九十日内的复诊费 他们一样保障 一样复诊 如果因为自然灾害 或地方政府强制 学校要关闭连续三日 AXA想定了 有现金支援他们 还有天气不稳定 火足、水浸 搞得住不了 AXA都会提供最多五千元港元的臨时住宿费 不用到时拿手不成事 去酒店住住 还有些什么 平时妈妈跟着 当然不会不见东西 但自己出去 这么多东西 总会漏几件 AXA的海外升学保障 还包括你家居财物 和你个人财物 不见了手提电脑 不见了电话 一样有得摄影 当然最重要 就是人生意外保障 说了这么久 AXA安城也有限时优惠 旅游宝网上投保有七五折 海外升学保障有九折 不需要任何铺摸曲 直接上去你的网站就有了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详情 就去下面的连续 或者下面的视频箱就有了 优惠八月尾就完 大家机会快点去投保 其实我都试过自己去搞个花园 我一起回带回到今年三月 即是四个月之前 我自己搞 你看看搞成怎样 上一集我讲到我喷的round up 想杀光草后面这堆东西 大家就说很毒啦 很生cancer 但我想说它毒的程度 只是杀光草而已 中间这里我是没有喷的 因为被工人走破了 我没有喷的那块反而变了绿色 有喷的那块就死了 但后面的树是完全无事了 只是草死了 这些完全是那么脆绿的 你看看 好像借了一点点 但距离死亡是很远的 但这些草我喷完之后都借了 但这些呢 还是那么脆绿的 好像一些菜那样吃得 好像粗的 刚刚刚拍完说不跌 我决定呢 是拿我链 自己链了这一棵东西出来 在这一棵树头上 暴力式 将它整棵链了下 链断了 用脚踩断它 又是这棵东西啊 哇 我都喷气了 链完之后 链了头出来 还有一棵菠萝在那里 有什么东西啊 黏筋啊 除了remove了顶之外 我remove了底下 链了底下 我偷偷找手链 拿着链呢 找手链下去 原来是不行的 原来呢 是要插了下去之后呢 用脚踩下去 用脚这样踩 一踩呢 就会好像刀那样 因为你个人够重的嘛 插下去踩断他的根呢 那才叫得起的 他的根呢 你用手链是链不断的 呼 好辛苦啊 已经弄进去 将整个呢 搬了上车了 连车都反转了 我们这些键盆战士来的 叫他丹泥的 真是大件事 你看看树筋都在这儿啊 被我硬链断了去 多大个洞 可以找石坑那样 哇 我现在全身浸晒 整身寒 尝一手 阿姐 你知道为什么呢 种了很多玫瑰枝 全部都是刺 是完全不能用手碰的 我现在拿着链呢 逐条薯枝刺断去 筆化它出来 但是链是超重的 拿到我扯了气 你看这些 全部都是刺来的 完全不能用手碰的 那个阿姐 你知道发什么神经呢 还这么多 在这儿刺断到 乱坑 它在这里呢 我这里已经铲了 铲干净了 原本是不走进来的 这里还是啊 对不对 它们是互相前扰到一个状态 你一走去呢 是隔着条长褲 都刺损你的 我现在呢 就拿着链呢 逐条 跟着它的枝呢 刺断去 然后逐条笔花出来 好 我们做东西呢 做东西很辛苦啊 没力了 那现在呢 转到洗东西 这个呢 很旧的 这个木板 我们试试洗一下它 用水窗 看看有没有效果 看一看 有一层厚的层黏住在这里 哈哈 完成了两回事 洗完之后 这条柱呢 试试 哇 你看 洗走这些层 立刻 你看看 哈哈 看回所有木纹啊 哇 这些水窗 新的一样洗完 好了 我们洗完木 试试洗蛇屎 你看看 我洗了一点点 已经是两个世界 这些呢 其实是真菌来的 这些呢 洗了啦 你看 哇 乾淨了啦 因为很近才可以洗掉 是完全 两个世界啦 洗到我全身濕了 好像洗澡那样 才洗得铁半 还有这么多铁还没洗 这边也是洗得两铁 哇 真是干净很多 但是还有很多铁还没洗 洗几天都洗不完 这样洗饭 有两个人在做什么 我和我来 在拍摄 忍不住拍摄你们 在吞泡 在拍摄 像不像 和我女朋友去泰国 那些呢 是 上了船的那些 挺爽的 你看看 这张梳化椅 有一致脚 可以这样的 妈个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哇 躺下了 有太阳 可以在那晒下 晒日光做多正 终于像我花园了 但现在躲起来 真的没有太阳了 完全失去了我原本的目标 Rager是不是很放松啊 是不是呀 看着个烂地 好啦 我们家屋里面呢 就做完了 做了一年 有多 一年是不是一年呀 做了两年了差不多 年半起码 那我们终于做个花园 你看我们这个花园呢 已经是刚刚我们今早 那些工人做了一招 一招的时间呢 他们已经清干净了 这里几年没清除过 杂草啦 树枝啦 树叶啦 现在已经是 整齐了很多啦 跟我们之前比已经 我们尝试剪回那些旧片看一下 现在已经铲干净了 今早见他们来拿个吹风机 和下均掃掃掃掃掃 两个大正佬炸声搞定 几多机器放在那里 你看看 那里剪草机 那里剪草机 草粒也剪完呢 一棵草粒被你剪小了 trim了上面 这棵得回这么小 原本很大棵 哈哈 只剪几枝仔 那算怎样 本身有些花枝了 可以帮你插上去呢 这个就做了正方形了 我看还有两个分钟就做好了 这样就搞定 可以剪纸这样的 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然后呢 体力化咯 将所有杂草塞在我的桶里 再拌出去外面有部机呢 就会粉碎了 变成一大车垃圾 看人做就很容易 自己做就很辛苦 我刚才之前做过 你顺便问一下人家怎样做 帮一下他手 练习一下就行了 是 是 首先 用这个装备L 就先买完工具先 你快点拍下它用什么工具 好了 看一棵树呢 顶子被他们割走了 原本是松鼠的家来的嘛 现在只剩小了很多 穿了个洞的棵 好像地中海那样 这棵树呢 都被它割断了个顶 它整个顶都割走了 你看它是整枝 树顶那枝剪走了再拿走 其实我不明白为何它是这样做的 不过我问了它 你迟些就明白了 可能它想弄到变圆形了 那棵树 大家这样看好像没什么感觉 我看回刚才看过那张 上年8月那张照片 你就知道是多骂骂多骂 现在干净了舒服了 是差多远 为了拍这条片呢 我特意看回两年前 我未买这层楼那天 究竟是怎样的呢 原来草皮是很漂亮的 你一年不理它呢 就会成一坨屎那样的 即是好像你的头 如果一年不剪 都会成一坨草那样 再加上建筑废料 跌了一些钉 然后又摆了一大堆东西 搞到它不平 里面又怕惨脚 再加上后面这儿 我们站在这个位 原本是个铁丝网来的 它有些铁枝 有些树头 我现在的镜头 也看到已经给大家看一下 随时玩一下扑下去 整只眼都被它挖出来 所以我决定重新整过了 整过了又不见几万元了 是完全没有预计过这条数 所以大家一定要帮我按个订阅 虽然订阅是没有前收的 但也要按了 还有一样东西 讲开又讲 就是这个decking 这个 这个 看回两年前那条片 我想讲多次 有人留言就说 你们搞到全部都碎事 这么丑样 一条草都没有 哎 拍摊了香港人 英国人是不会这样的 其实两年前 那个英国人买给我的时候 人家住了一百年 那两个英国人 都是有个车房 有个很大的硬地 坐在这里 吃烟喝酒 在下面 已经是车房 已经做了个地基 在这里 如果我要挖回那边草地 我会另外给钱 人家作坏地基 重新再铺过草地 一样是不便宜的 所以我宁愿 我就这样 这里 它本身是车房 可以泊车的地基 那我直接起上去 我什么都不用搞的 地基本身已经很硬的了 不会坏的 那我直接在上面铺就可以了 反而你挖穿地基 重新铺草皮 可能更贵 所以我才剩下这个 这样大的decking 就是这样的 那它本身的草皮 我们没有动过 一样是这么大的 所以不要说 哎 香港人不要条草啊 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草皮 是未做的 那就是这么多了 再看一次 记住按我的样子 按我的样子 就可以订阅的了 like share comment 在下面留言 按我的样子 订阅 是这么多 拜拜